第一次駕飛機上天空的感覺是很Hyper 想點就點那種自由自在的感覺 我就將煩惱拋開了 Hello 零一女生的觀眾 你們好 我是極光女機師Niki 為什麼這麼喜歡看極光呢 其實就是相傳看完極光可以幸福一世 不只是看 都是極光獵人 看就是守株待兔 我們就是去追 找數據 而這種追尋極光的樂趣可與不可及 極光的季節就是九月至三月 最多一年去兩尊極光的地方 最美是Alaska 飛機上看你就要知道方向 極光會在窗口左邊還是窗口右邊 感覺很美和很近自己 感覺是 至於在地上我們的自由度幅度就大了 開天的時候我們就會是 駕駛車去到那裡的附近 就可以隨意地根據你極光的location 你就去追北極光 而且你可以仰惡上天上面 看到整個天都是北極光 飛機上就看不到整個天幕的效果 每個人都有它的價值觀都會不同 是一個夢想 因為有沖上雲宵以Holiday的影響 導致我很喜歡飛機 做自己想做的事 好像隻鳥仔一樣 自由自在地飛 第一次駕駛飛機上天空的感覺 是很Hyper的 所有小朋友 好像你們以前見到聖誕老人的感覺 是很激動 很開心 我第一次CFR已經很有信心 地交給我做Take Off 第一次Take Off已經爽到爆炸 想點就點的自由自在的感覺 我就把煩惱拋開了 我自己就是去美國那邊去學飛機 學力其實就不需要很厲害 也不需要英文啦啦聲 其實基本上你懂得溝通都OK 有很多人以為近時是不能駕駛飛機的 近時只需要你戴Corn 或者戴眼鏡 矯視到你的視力 你就可以去駕駛飛機 最困難的一刻就是Touch Down 小型飛機Touch Down那一下 要拉高個頭 因為我們其實都是憑感覺去拉 最初都真的會有少少不太知道 應該要怎樣做的時候 訓練了很多次 這裡是有想過放棄 其實因為我們要跟Touch Down溝通 一般就很多國籍的人 每個國籍他們的發音英文都會不同 而我們一般香港人受的教育 就是可能聽很正統的英文 或者美國或者英國的發音 我會覺得為什麼好像經常都偷通不來 聽不清楚他講什麼 我就會錄下來 而且不停聽很多Youtube 聽外籍人士的英文 之後就很Fluent 可以跟Touch Down溝通話 最難忘的是 因為我看到一個冠冕狀的極光 在頭殼頂 所以自己就回來寫了一首歌 叫做《幸福極光女神的降臨》 就是一個順音樂 也畫了一幅畫的作品 亦都寫意 就是這麼美好的冠冕狀極光 是可遇不可求 以及寫意珍惜眼前人 因為美好的事情 可能十一間就已經會消失了